骂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可有的时候啊 骂人也能是一向防身的技能 信不信啊 跟你说件事 前几天呢 浙江温州的阮女士 在逛街的时候遇上了小偷 当时啊 她正走在街上 就感觉自己的包 好像被人扯了一下 回头一看 一个女孩 也就20岁左右 正在那伸手翻自己的包呢 被阮女士发现之后呢 小偷转身就跑 这阮女士气啊 对着女孩的背影就骂了几句 然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这小偷居然停了下来 因为她觉得阮女士 骂得实在太难听了 居然跑回来跟她对骂起来 你说你这不是找死吗 围观群众趁机就报了警 小偷最终被民警抓获 你看看 这小偷 这不典型的自偷罗网吗 所以说啊 无论干哪一行 这心理素质都得过硬 特别是 你都选择了这么龌龊的行当 你还几句难听话都听不得了 当然了 我更好奇的是 这阮女士 你到底骂了她什么呀 这么有杀伤力